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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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以我们第二的语言 但其实我们很多香港的家长 都很想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开始 已经在英文上 有一个比较好的培养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会想 可能请个姐姐回来 可能有空跟她说英文 会习惯一些 或者可能叫他们 闲时要看很多的英文书 其实我觉得都会比较 处于一个被动的方式 去学习英文 但如果在于你们来说 现在推动小朋友 去学习英文 会是一个怎样的模式 去给他们发展呢 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最重要 每一个小朋友 家里面要一个母语 因为很多现在香港人 很多次都好像你刚才所说 姐姐讲英文 妈妈说广东话 爹地可能要说普通话 然后就以为 那个小朋友 就各样都懂了 但是结果 那个小朋友各样都懂少少 他没有一样是说得流利的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现在很迟说话 因为他们很confused 英文啊中文啊 其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应该说中文啊 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呢 那变成香港的小朋友呢 他们发展他们的language 就会是慢了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学英文 或者学任何的second language 都好 首先要一个母语 那香港的一般人的母语 就是广东话 那所以家里呢 其实应该是 说回广东话先 那如果小朋友 是学得好的广东话呢 他们的second language 是很快可以学到的 为什么呢 例如如果我的小朋友 我想喝一杯水 杯这个字 杯 他们已经很熟悉这个杯了 那妈妈说 你想喝水啊 你拿什么给我 给我喝水啊 杯 然后小朋友就会 那当我问小朋友 Do you want a cup? Do you want to get a cup please? 那他就会知道 cup,cup是什么 cup是杯 cup,杯 他就会放在一起 然后cup这个字 他就会很快学会 但当一个小朋友 要把cup和杯 这两个字 同一时间学 就会变成 学 double了的东西 那他就会学得慢一点 所以一定要学了 一个mother tongue 接着其他的language 无论是英文 西班牙文 俄罗文 其实都会 很容易学到的 那我觉得 一个小朋友 学一个second language 最重要 就是要多讲 多听 无论是 看书 听 收音机 听歌 跟姐姐聊天都没问题的 但就要多机会讲 因为我有些学生 他们一个星期见我一次 其他时间只讲中文 其实进度会慢很多 但如果给多些机会 小朋友可能接触多些外籍人士 或者唱多些英文歌 看英文书 聊天都可以的 我知道你这里 其实都有好几位的外籍教师 这个也可以 给小朋友 可以让他们熟悉多一些 和外籍人士沟通 可以放胆 融入这个环境 是的 其实我们有些学生 很有趣的 他们是一个外籍人士 一个学生 金法的 他是不懂中文的 但其实他们学得很快 他们很有趣 他们回到家 妈妈就说 我小朋友不停地 哩哩哩哩哩 为什么他好像退步了 他说话 然后回来 我们发现原来他在说普通话 妈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原来他在说你好 妈妈以为他在说宝宝话 但原来他在说普通话 所以英文也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些native的英文老师 其实他们小朋友 学的英文 也学得很快 他们回到家 我们开了两个月 但已经有些反应 就是家长告诉我们 他们在家里都说英文 都会用英文沟通 他们就算不是说很多字 但是他们由零 去到五个字 家长已经觉得很开心 是的 全心全意 让小朋友很舒服 可以用第二个字 去沟通 真的非常好 谢谢